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TENCIFLO2的视频 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互联频道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我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用用均放误差函数MSE 您在看一些比如说深度学习的书 或者看一些视频的时候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会遇到这么一个函数 叫做MSE均方误差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今天我就给您简单的用一下 让您去理解一下均方误差的函数 其实类似的函数有好多好多 今天咱们就讲解一下均方误差 为什么 因为它好像是我现在看到的代码当中最常用的一个损失函数 好不好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都说MSE好用 今天咱们也来用一用看 OK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先input tensorflow 咱们今天演示还是使用google的collab 没问题 input成功之后 开始 首先干什么 是这样 咱们先看一下神经网络图 大家请看 我今天不把所有的内容都给您讲到 今后我会一点点给您推导 这个没有问题 我都已经了解内部是如何工作的 今天我只给您挑出一部分 哪部分 大家请看 就是输出层这个部分 今天咱们就光用它 比如说咱们要预测一张手写数字的图片 对吧 那么咱们输出的肯定是一串数组 对吧 这块数组是一个十维的 应该说是一维的 里面有十个像素 对吧 这有十个数值 这十个数值代表着您这个数字出现的概率 好不好 这个地方换句话说 输出1到n 今天咱们就先模拟一下这个输出 怎么模拟 看我的代码 咱们这第一行就做了模拟 我这个模拟 我是用了一个随机的函数 给了十个小数 这十个小数就模拟咱们输出的内容 对吧 相当于是说 咱们传进了一张图片 对吧 比如说这地方是一张图片 咱们传进一张图片 然后预测出来了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来告诉咱们是几 对吧 哪个所有的位置最大就是几 那么今天我就先把这个预测的内容 以小数随机的方式表现 然后这地方我把它输出 输出完之后 因为咱们是十个元素 对不对 那么它肯定有大有小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通过这行代码 显示出咱们预测出来的数值 或者说咱们随机函数中哪个索引最大 就相当于咱们的整个的网络模型跑完之后 预测了一个出值出来 对不对 咱们先做这个地方的模拟 好 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 咱们经过一次计算 最后得到类似这么一个数组 对吧 有十个元素 它的下标谁最大呢 大家请看 我这写出来了吧 第九个元素最大 0123456789 也就是说最后这个元素 它是最大 那么说什么 说什么咱们这张图片 它预测的第一次 比如说咱跑第一次 它预测的值是9 是不是9 咱们不知道 对不对 OK 咱们往下做 这是咱们做的 因为是这样 咱们机器学习 它就拼命的学习 为什么 因为它老预测错嘛 对吧 那么通过它拼命的学习 通过调整参数 最后得到一组权重 才让您预测对 对吧 咱们就要找到那种权重 对不对 那么第一次 它肯定预测错嘛 对吧 它预测的是9 实际是多少 实际是多少 这地方我给您模拟了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个y就是咱们实际的值 稍等 这个y就是实际的值 是多少 大家请看 我写的是0 也就是说咱们这张图片实际是0 它在这个地方预测成了9 对吧 OK 那么咱们这个y一般咱们要做完热编码 对吧 所以说完热我也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因为是0 所以说在这个十位当中 只是第一位是1 代表这是一个0 是不是 对吧 然后其他都是0 那么OK 咱们现在有了这个预测值 有了咱们真实值 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用到今天的主题了 军方误差函数 什么意思 看一下 这个就是军方误差的函数 是这样 如果您是初学者朋友 您看不懂 没关系 我尽量给您讲明白 咱们看 这个yip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咱们预测出来的那个值 是多少 应该说 就是这个一大串数组 您可以把它看成 就是预测出来的这个9 这个是咱们预测出来的这个值 对吧 就是这个yip 对吧 因为咱们就一个数据 所以这个y是这个小i等于0 那就是yp 对吧 咱们预测是9 OK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有一个真实值y 这个真实值y是多少 是0 对吧 就这地方 这个yi 是咱们真实的值 对吧 那这公式就好理解了 我真实值是0 减去预测值9得几 得负9 对吧 然后这地方还有加一个平方 那么负9的平方是81 然后呢 再除以一个平均值 咱们有几个数 就一个数了嘛 所以这除以N 那是值多少 81除以N 就是81 这就是均方误差 那咱们看啊 均是m嘛 m是平均 然后呢 这个方是s square 对吧 然后那e呢 是a 是误差 这个叫做均方误差 咱们看看啊 这x 咱们怎么做的 用这个实际值减去预测值是x 对吧 这个方呢 咱们加了平方 这均呢 下面处理个N 均方误差就这么来的 对吧 OK 给你讲明白了 那么咱们看咱们这个实际的代码啊 咱们预测了一个值 您可以把理解为9也行 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一串这个数组也行 好不好 咱们实际运行中呢 是要用这个数组进行运算啊 那么好 咱们实际预测一个值 是这个out 是9 对吧 然后咱们实际的值是这个y 因为咱们要做完整编码啊 是这么一个0 对吧 那么均方误差怎么做 大家请看 寸寸Flo给咱们提供一个函数 叫做loss下面的mse 那么咱们只要传入这个y 跟刚才那个yp 再看一下啊 咱们只要传入这个yi 跟这个 只要传这两个值之后 它会自动把这个公式给咱们计算出来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咱们调用它的损失函数里面的mse 传进咱们一个真实值 是几 是0 对吧 然后再传进一个预测值 是几 是这预测的9 传完之后 它啪啪啪啪 经过一顿运算 把这个损失值告诉咱们 就这么个逻辑 好不好 跑一下啊 放到我的代码当中 咱们再开一个块哦 按Ctrl M加B 好 运行 大家请看 它刚才 因为它是这样 它不会跑9 它不会跑9 它跑的是里面这些个小数的值 也就是说 它在实际运算中 它跑的不是9 它跑的是这些0.2.0小数的值 它是用这个小数值减去这个小数的值 是两个数组 实为数组相减 然后最后再进行一番计算之后 得出来的证明值 叫做0.24438667 这个是咱们第一张图片的损失值 对不对 因为咱们这是仅是一张图片 我这是一行 换句话说 我只传一张图片进去 比如说咱们要传两张图片 那么咱们再算一下 咱们应该所有的都算一下 大家请看 如果是两张图片的话 这个地方会预测出来两个值 对吧 那么是多少 比如说这次咱们预测是6跟1 咱们传来两个图片 它预测值一个是6 一个是1 对吧 其实咱们的真实值是多少 一个是一个0 一个1 然后这地方是0 这地方是1 因为咱把它完整编码了 然后用咱们的真实值 减去咱们的预测值 军方误差一顿计算 每行的误差值多少 第一行是0.28 第二行是0.34 每行都有误差 对吧 其实还没有完 咱们算完军方误差之后 最后咱们还要给它再求一个总体的损失 也就是说我一张图片的损失我求完了 没问题 但是总体的损失也就是说 我有多少张图片 总体的损失我要知道一个 所以这地方要算一个总体损失 好 咱们算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总体损失就是把刚刚咱们算出来的一大堆图片的损失值求个平均 叫做总体损失值 那么咱们算完总体损失值干什么 听我给您说 咱们有了总体损失之后 咱们才能够根据学习率 根据咱们优化器 咱们调整咱们这次的权重 然后用新的权重再进行下一波的计算 这就是为什么损失函数 是咱们整个机器学习或者说深度学习当中最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没有它就没法调整咱们下一次学习时候的权重以及bias偏制 有了它之后 咱们才能够调整下次我该怎么学 调整咱们的学习方向 这样的话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总结出一套最完美的权重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深度学习的原理 深度学习原理一句话说 主要是优化您的损失函数 对不对 这咱都说就是什么剃图下降法 主要是优化损失函数 对其实说完了就是优化这一个数 您有了这一个数之后 您就再想办法让它达到最小 比如说我现在是0.3 0.3144893 对吧 什么时候变成0.1 变成0.001 变成0.001 您损失函数最小的话 就说明您预测出来的值离答案越近 OK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MSC最简单的最直白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能够理解 如果您没有理解的话没关系 怎么办 我的视频您再看一遍 就能理解 您理解了MSC之后 今后咱们做深度学习的时候 当我这个损失函数 我用MSC的时候 您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都给您讲明白了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用一用最常用的误差函数 的MSC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我一步一步的给您推导了出来 希望能够对您理解深度学习 理解损失函数有所帮助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 今天的代码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订阅加转发 如果您能够支持我的频道 我也是非常的感谢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